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 我国的卡车车头都是平头的 而美国的卡车车头却是长头的 到底哪一种更好呢 其实早在二战时期 美国的卡车和我们一样都是平头的 这是因为当时的政府限制了卡车的总长度 直到1982美国修订了联邦援助公路法 不再限制卡车的总长度 自此以后 长头卡车便开始普及了 首先来看一下两者的区别 平头卡车的驾驶室是放在发动机上面的 而长头卡车的驾驶室则放在发动机的后面 从安全性上来说 长头卡车的安全性会更高一些 因为一旦发生追尾事故 常常的车头前面还有两米左右的缓冲空间 反观平头卡车 由于驾驶室在最前面 会直接面对冲击 没有缓冲空间 另外从舒适度来说 长头卡车的发动机等重要零部件 都被安装在了车头位置 所以驾驶室的空间会相较更大一些 而平头卡车的发动机在驾驶室下面 这就占据了很大一部分空间 造成驾驶室空间狭小的情况 因此 从舒适度上来看 长头卡车会更有优势 再来看看两者的油耗 根据空气动力学原理 流线型的设计能减少空气阻力 从这一点上来说 长头卡车更符合流线型的设计 所以在行驶时的风阻系数就会更小 从而节省10%至20%的油耗 看起来好像长头卡车更具优势 但是两米长的车头 对视线会有一定程度的遮挡 而因为平头卡车的驾驶员 前方就是挡风玻璃 且驾驶位置更高 前方没有任何遮挡物 视野开阔 这就提高了驾驶员的警觉性 减少了事故率 另外 长头卡车的总长度比平头卡车要长 所以在拐弯时的转弯半径就会大很多 转弯时要更加谨慎才行 其实各国的卡车设计 一定是要符合各国的驾驶习惯的 我国人口数量是美国的4倍之多 人口密度远高于美国 设计平头卡车可以缩短车身总长度 满足中国道路线型的要求 并且对于平凡掉头转弯的道路 平头卡车具有更小的转弯半径 说到这儿 我想到了一个数据 在俄罗斯卡车的市场中 有75%都是国外品牌 而这其中的40%都来自于我国 我国卡车为什么这么厉害呢 进入21世纪以后 我国卡车企业的发展十分逊猛 出现了一系列著名的卡车品牌 在国内占据优势的同时 也不忘开拓国外市场 这其中就包括俄罗斯 由于我国卡车的性价比很高 所以在进入俄罗斯市场后 就占据了大部分市场份额 2022年上半年 我国卡车在俄罗斯的销量 为8745辆 这个利润丰厚的市场背后 是我国国企汽车企业崛起的时刻 我国卡车在俄罗斯的销量 我国卡车在俄罗斯的销量 我国卡车在俄罗斯的销量